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 给大家更新一下 简单的更新一下 今天这视频我现在是 5月4号 只有5月5号 5月5号才会把这个发出去 因为今天我是喊了VIP会员 跟那个小九赛会员的人 喊大家逃顶,要注意一下 因为杠杆的盘看起来 有非常多的多单 对,主要就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们过度杠杆的 比如说你把生活费说哈进去 你的饭钱说哈了 如果你下个月缴不出租金的话 之类,或接下来三个月 如果缴不出租金的话 是建议做一些风险控制 你不一定要去做空 只是你至少有一些现金在手里 如果有跌下去的机会 可以炒底,炒到更多币 那如果起飞了,踩空了 那至少就也还好 也不要说说哈跳车这样子 反正你们自己去拿捏这个尺度 然后我就是分享我自己的操作 我是出了一些,剪了一些仓位 然后主要是杠杆盘看起来不太好 只是杠杆这个东西都是短线的 所以随时可以改 如果有什么特别负面的消息 或特别正面的消息出来的话 有可能杠杆盘一瞬间就会改了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及时收到这个信息的话 可以支持一下频道 订阅一个会员 然后会员的话就是我操作的时候和操作前 就会发视频了 今天是边操作的时候 边出货的时候再边录视频 然后其实现在也不太确定会怎么走 这怎么是狗狗币 我们再看这个USDT USDC Dominance 我们说他们是反向的关系 他们其实现在两个都在一个转折的点 所以不知道哪一个要瀑布 反正看起来是会有一个瀑布 比特币在想办法站上Pivot 就都想要再把这个Pivot变支撑 应该是不太可能两个都一起拉的 对他们两个是完全相反关系 至少目前是 不太可能两个一起拉 所以现在就是USDT USDC 到了R1 回踩Pivot 这里是会顶住 然后继续再拉一个高一点的 还是 然后比特币是踩到支撑反弹 然后两个现在都在Pivot 在转折的点 所以不确定 如果不确定的话就是 风险控制住就好 如果你杠杆的话 是建议不要太过度杠杆 看起来是要去洗多单 然后洗到哪里的话 我那个VIP会员里面也有讲 只是不是很清楚 一般那种洗杠杆就是 比如说插一根针 爆掉27,000 26,000 什么以后 然后整个盘也会重整一下 因为到那个价位又会有新的盘 又会有一些买家 一些卖家 一些多单 一些空单 然后会在那边沉淀一阵子 然后才决定下一步 如果是27,000 或者26,000 每个人都是用杠杆去接的话 就跟牛市 最终结束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是用杠杆去炒底 他就会直接一根扎穿 然后再扎穿 就直接接上大家 就直接下去爆仓 所以杠杆要小心一点 然后今天也讲一些新闻吧 Jerome Powell 出来了 他说要raise25BPS 从5% 又升息了 升到5.25 只是好像有给出一些消息 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升息了 不确定 然后我们银行继续还是有危机 就银行还是在崩盘中 今天那个Pacific West Bank 他们的股票又跌了50% 因为他们好像可能要 有要被收购 或者要破产的消息出来 然后有其他的一些银行都在跌 所以在这种环境的话 就生活费要准备一些 然后就日常生活开销还是需要的 如果你有房贷 那就需要多一点 如果没有房贷的话 就稍微好一点 如果住在外婆家 妈妈家 Mom's Basement的话 那你生活费稍微低一些 就不用说太多 这样子 然后要做波段的去做一做 看来有可能是全面会 可以洗一个盘这样子 目前我看来 今天视频就大概是这样子 我就简单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最近比较忙 所以没有太多的更新 没有太多看盘 今天刚好跟一个人吃个饭 然后聊到币 然后想说跟他聊的币 我回来看一下盘好了 回来一看就哇 那个杠杆盘看起来不太理想 所以大家自己参考 我不是神 所以你们自己去参考一下 怎么 然后从15000 如果你们是15000 或者22000 什么超低的 一路上来也有一些利润 就是拿捏一下 就是要多贪 然后多恐慌这样子 然后其他的没有什么 杠杆图可以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 比特币 all leverage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 空单好像稍微多了一点点 在这边 因为我说会变 它有可能在这边震荡一下 比如说它如果掉到这边 大家觉得要跌了 然后全部人去说它开空 那这盘有可能就立刻逆转了 是有可能的 这是跟这个价钱 价钱走到不同位置 这个盘会动的 只是如果就冻结在这里的话 闭着眼睛 一定要做一个空 或者一定要做一个多的话 看起来是比较利好空单的 因为你看这杠杆非常多 有可能会洗的 然后根据我分析这些杠杆图的历史的话 很大概率会洗 除非我们跌到两万八的时候 这盘有大改变 或者是明后天有什么大消息 比如说中国开放比特币 直接现货主导拉起来 或者是什么苹果入场之类的 那可能直接喷冲到四万 那如果没有这种 没有特别多消息 然后就这样平平淡淡过去 然后银行接着爆雷 银行爆雷大家都知道 已经不是消息了 那有可能会插一根针 然后才准备冲 四万 四万多 四万以上 可能需要洗一下盘 然后还有很多见顶指标 就是那个PPE 这些MemeCoin 那个Twitter的Feed里面 全部都是MemeCoin在趋势 然后各式各样的MemeCoin在拉盘 那这也是一个见顶前的一个前兆 所以就大家注意一下下风险 有可能会最后拉一根 比如说拉到两万九 甚至拉到三万一 都有可能 然后到三万一的时候 就得再看一下盘怎么走 那如果直接先直接跳水 如果跳到两万七的话 也要看两万七的时候 这盘怎么变 到时候我会 首先会如果比较大的动作 如果我入场了 或者我挂单在哪里 会在VIP会员里面分享 那如果VIP入场 或者价钱到位了 我在20小时内 会分享给公开的分享给大家 也不会有太大的延迟 应该不会差太多 然后就只是心里 VIP心里可能有点准备 比如说我说挂单挂在哪里 可能会有一些准备 然后小韭菜会员的话 就是那个 我们就VIP的那个挂单的 如果价位一扎到 我就立刻会公开给小韭菜 小韭菜公开以后 就20小时后 我会公开跟所有人讲 因为我还是尽量 保持这个频道免费的 希望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好 那今天也不算积雪 只是给大家打一个 这个预防针吧 然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 大家至少心里有准备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观看 记得帮我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考虑帮我订阅点赞 和分享 如果觉得我说的准的话 或者把我当反指标用也可以 都可以 好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我订阅点赞 我认为你先误会 我认为你先误会 我认为你先误会